第八百一十八集 夏季四月 前秦王福坚到了雍州 祭祀武 六月到河东 祭祀了土地神 秋季八月 东晋玉州次是谢义去世 谢义是谢安的哥哥 司徒司马玉任命建武将军 桓云替代他的职位 桓云是桓云的弟弟 司马玉就此去向王彪之询问意见 王彪之说 桓云不是无能的人 然而桓云已经拘留长江上游 管辖着天下的一半 如果他的弟弟再要掌握朝廷 西部翻平的重要军职 兵权急于一家之手 这大大不利于国家根基的牢固 人才的真实想法不可预料 只希望他不怀有二心 与殿下方向一致就好 司马玉点头说道 你说得很对 21日任命无星太守谢万为西中狼将 兼司 玉 继 并四周诸金士 王羽之写信给桓云说 谢万的才能足以惊世治国 在识人中堪称通达 如果让他身居朝廷 肯定是后起之秀 如今让他屈身去治理兵荒马乱之后的边境 这就有些违背他的才能而任用了 又给谢万写信说 以阁下超越前嫌 不屑于琐碎事物的风韵 而去屈身治理群民 主持军中所系杂物 确实是难以称心 然而 所谓通达的箭矢 正是应当适应环境的变化 而决定如何行动 希望您经常与下层士兵同甘共苦 这就是完美的品行了 但谢万却没能照此去办 徐一眼二周四识 徐县患病 任命御史中诚 赤潭为君司 赤潭是 吃贱的儿子 九月更晨 前秦王福坚返回长安 任命太尉巡侯 暂任上书令 这时 前秦发生大旱 福坚减少了膳食 取消了歌舞奏乐之类的娱乐活动 命令后妃以下的人 全部换掉眷私服装 并且开发山林胡泽 国家与百姓共同享用 停止战争修养生息 所以虽遇大旱 但并没有引起灾荒 王猛 一天天受到任用 王室亲属以及有功的旧臣 对他十分厌恶 特进 孤仓侯凡事 本是士族的豪强 辅佐前秦国主福建 平定关中 他对王猛说 我们耕种 你坐享其成是吗 王猛说 不仅让你耕种 还要让你坐成熟食 凡事勃然大怒说 一定要把你的脑袋悬挂在长安城门上 不这样 我就不活在人世 王猛把这些告诉了福建 福建说 一定得杀掉这个底足老夫 然后群臣百官才能恭敬从命 恰好这时 凡事进攻商讨事情 和王猛在福建面前争论起来 凡事想起身打王猛 福建大怒 把凡事杀了 从此 群臣百官见到王猛 都连大气都不敢出 后召灭亡的时候 其将领张平 李立 高昌 都派前使者投降了前淹 后来又投降了东晋 不久又投降了前秦 从各国分别接受了爵位 想以忠立的方式自我保全 前淹国主慕容俊 派司徒慕容平 在宾州讨伐张平 派司空杨雾 在东烟讨伐高昌 派越安王慕容赃 在蒲城讨伐李立 杨雾在黎阳攻打高昌 另一部将的军队 但是没有攻破 李立逃奔行阳 其兵重全部投降 并州一百多座营垒 都投降了前淹 慕容俊任命又蒲叶 越晚为并州刺史 安抚他们 张平统侠的正习将军 诸葛湘等人 率领一百八十三座营垒 投降了前淹 慕容俊都恢复了他们的官职爵位 张平率领三千兵重逃奔到平阳 又一次向前淹请求投降 冬季十月 泰山太守诸葛优 攻打前淹的东郡 进入武阳后 前淹国主慕容俊 派大司马慕容克 统领阳务 及越安王慕容赃的部队迎计 诸葛优被打败逃跑 回到了泰山 慕容克渡过黄河 占据河南 分别设置了地方官吏 前淹国主慕容俊 想要图谋前秦和东晋的土地 十二月 他命令各州郡 何时现有的成年男子 每户留下一名 其余的全部征兆军 想凑够一百五十万兵员 打算在明年春天的时候 让他们汇集到洛阳地区 武艺人刘贵尚书 有力陈述 民力衰败 征兵的办法违反古法 一定会导致军队土崩瓦解呀 慕容俊认为此话有理 便更改了命令 改为三丁抽二 五丁抽三的办法 而且放宽征调的期限 把汇集夜城的时间 改为明年冬天 当时 前淹征赴调兵频繁 各官府派遣使者 穿梭往返 郡县苦不堪言 太尉兼中书舰封义请求 从今开始 如果不是军令期限紧迫 不得再派使者 其余征负调兵事宜 全都由周骏督促完成 周骏以下的部门派出在外 催促监督的人一律返回 慕容军听从了这一请求 前淹秦山太守 贾监驻守在山池 东进巡县带领兵重攻击他 贾监统领的兵士 只有七百多人 巡县的兵力 比贾监的强十倍 贾监准备出城迎战 众将领都说 士兵数量少 不如顾手吧 贾监说 顾手也不能幸免 不如迎战 于是就出城迎战 贾监身先士卒 率兵斩杀了巡县的一千多士兵 又返回城中 巡县向他发起攻击 贾监叹息着说 我自结发成年以来 立志要建立功名 然而每每陷于穷途险境之中 这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吗 与其等到我遭受屈辱 然后苟且偷生 我不如保持气节地 凯然赴死 于是对将士们说 如今我们正处于危险的困境 现下无计可施 你们可以自行离去 我只有一死 将士们都哭泣着说 府军您不出城 大家就一起死在这里 于是他们就扶持贾监上马 贾监说 我如果想要逃走 一定不会丢开你们 现在应当为你们去决死一战 如果力量不支 你们可以赶快离去 不要再顾及我了 说完便打开城门 静止出去 巡县的兵重 四面云集 贾监把马停在护城河的桥上 左右开弓 巡县的士兵应声倒下 然而巡县的兵力众多 一部分士兵从河下砍断桥梁 贾监连人带马陷落下去 被活捉 于是山池就被攻克了 巡县对贾监说 你的父亲祖父 世代都是晋朝的臣子 你为什么要背叛先祖 不肯投降呢 贾监说 是金王朝自己抛弃了中原大帝 不是我背叛了他 百姓既然已经没有了君主 所以只有把命运托付给力量强大的人 才能生存下去 我既然已经侍奉了别人 怎么可以改变气节呢 我从师就学自立于世以来 历经赵燕 未曾改变自己的志向 你怎么能一下子就劝我投降呢 巡县又一次责备贾监 贾监愤怒地说 小子 做儿女的竟想管教父亲 巡县大怒 然后把他压到院子里淋雨 过了几天 贾监满怀悲愤 遗憾地死去了 钱燕青州刺史 慕容臣派司马越明去救援秦山 巡县的军队被打败 钱燕又夺取了山池 钱燕国主慕容郡任命贾监的儿子贾活 为仁城太守 巡县病重 被东晋朝廷召回 任命吃坛为北中狼将 都督徐州 盐州 青州 冀州 幽州 五州的所有军事 徐州 盐州 二州的刺史 镇守下辟 钱燕国主慕容锤 娶了段墨的女儿 生下儿子慕容令 慕容宝 段氏才能颇高 但性格刚烈 自以为出身于名门贵姓 不恭敬的侍奉 可足魂皇后 可足魂氏对他怀恨在心 钱燕国主慕容郡 历来就不喜欢慕容锤 忠常是聂昊 便迎合他的心意 无告段氏 及无国典书令 辽东人高碧 使用巫谷邪术加祸于人 想以此竹连慕容锤 慕容郡拣捕了段氏和高碧 分别送交大长丘廷位审问 段氏及高碧意志坚定 始终没有屈招 严刑拷打日甚一日 慕容锤怜悯他们 就私下派人告诉段氏说 人生固有一死 何必忍受如此荼毒呢 不如屈招服罪吧 段氏叹息着说 我难道是喜欢死的人吗 如果污蔑自己而去迎合邪恶 上辱墨祖宗 下连累大网 坚决不能干 此后他辩驳答对 越发明确 慕容锤因此得以免遭祸害 而段氏最终死在狱中 慕容郡将慕容锤调出 任平州刺史 镇守辽东 慕容锤娶段氏的妹妹 作为济世 然而可足浑事 却废除了他 把自己的妹妹长安君 嫁给慕容锤 慕容锤很不高兴 从此慕容郡就更加讨厌他了 匈奴人留恶头的部落 大多都反叛 他由于害怕而东逃 到达黄河后 他踩着冰过河 走到一半冰面破裂 落在后面的冰重 全都归附了刘希悟琪 刘恶头逃奔到戴国 刘希悟琪是刘悟环的儿子 刘希悟琪是刘悟环的儿子